大家晚安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面的热带性低期 现在发展的相当的快速 预计很快的 有机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增强成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 烟花台风了 即将要生成了 那么现在来看 短时间之内还不会影响台湾 但是预计在下个礼拜三开始 它的外围环流就会逐渐带来一些水气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下期一些短暂正雨 那么一直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四礼拜五 更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这段时间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风雨 再加上目前的路径变数还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 持续的每一天都要密切观察它的动态了 那么预计在明天以及下个礼拜一 各地都还是维持像今天这样子晴朗 炎热稳定的好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局部会有一些午后正雨 提醒大家要得到的注意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热带新第一期它的路径了 目前它的位置就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距离这个俄网比 大概有1400多公里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是趋势朝西北 再转往西往台湾北方的海域前进 依照中央气氧局这样子的路径上面来看的话 预计在礼拜四一直到礼拜五 都会是它比较接近台湾的时间 那么从礼拜三开始它的外围水汽 就有机会为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了 那么另外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这个路径还有变动的机会 有机会再往北偏一点点 或者是再往南偏一些些 毕竟距离现在都还有大概四五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路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 不排除有机会再接近台湾一些 如期以来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场资讯 进一步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就中午过后直播的午后降雨而夜 那么目前这个热带心底下 它的位置在这边逐渐的在发展当中 目前这个阳面让它发展的条件是蛮良好的 所以预计有机会一路涨到中度台风左右的等级 所以这个台风就算它没有直接的侵台 预计对台湾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再加上它逐渐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沿海的风浪都会明显的增大 有机会出现长浪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几天 从事海上活动务必要多加注意了 那么在它接近的过程当中 就会逐渐带来偏东北风的气流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从礼拜三礼拜四开始 就有机会陆陆续续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降雨了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那么在未来这两天 就是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天气状况跟今天差不多 都是白天很晴朗 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前往山区 物标记得攜带雨去了 听到了打雷也要赶快的进入室内 那么接下来在下个星期 逐渐就会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 外围水气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就有机会 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那么礼拜三过后 到底台风对台湾的影响程度有多少 多少就要看台风 它到底是比较接近台湾 或者是比较北偏 从北方海域通过了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可以看到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主要就是中午过后局部 午后降雨为主 那么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三之后 北部东北角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就有机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一些降雨了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它可以说 目前是有机会对台湾有影响的 但是影响程度 现在变化还非常的大 务必要持续留意了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是相当的热 各地的高温 在北部地区都可以来到34度 35度左右 中部地区也有机会出现 33、34度左右的高温 南部地区也是 高温大概来到32度 33度左右 都是相当闷热的天气 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得都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